王晓明和Angelababy 在1月28日突然宣布 结束六年多的婚姻 晓明和Baby分别在微博发文 感恩过去所有未来刑事家人 还互踢对方的微博账号 另外两人的工作室也发声明 表示两人是和平分开 日前已办妥相关手续 未来将共同抚养孩子 陪伴孩子成长 又说为了保护双方的家人 将不会再对此事另行回应 对于恶意造谣 传谣者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回顾晓明和Baby的情史 这对金童玉女 是在2010年传出飞闻之后低调拍拖 直到2014年 在Baby25岁生日时 晓明高调现身香港 为Baby送上名车庆生 正式公开暖情之后 不时都会高调放闲 两人在2015年5月宣布正式拉起天窗 同年10月在上海举行世纪婚礼 邀请过百艺人出席 场面非常胜大 结婚一年多后 Baby在2017年 旦下儿子小海绵 一家三口非常幸福 其实两人分后 不时都传出分辨传闻 2018年 晓明卷入逃税风波之后 分辨传闻更越演越烈 当时有人爆料 他们只是为了逃税而假离婚 而Baby方面 就否认离婚消息 两人在2019年 合体现身上海出席活动 晓明为Baby拿起裙摆 以防太太跌倒 获网民大赞贴心 不过两人在活动上 甚少有眼神交集 有种貌合神理的感觉 2019年7月3日 有网民在微博留言给晓明 写着喜欢你andBaby 晓明亦有回复网友表示 姐姐 我也喜欢Baby 公开向Baby示爱的举动 为分辨传闻辟谣 虽然每次全分辨时 晓明和Baby都会出面否认 不过见到原本会 经常在社交平台互动 兼大了恩爱的他们 近年越来越少互动 也甚少再提起对方 就令分辨传闻甚囂尘相 2021年2月28日 无举行的一个内地晚会活动上 两人同场不同框 是两人近年最后一次 在公开活动同场 同年10月 有传媒拍到 二人带着小海绵出游 不过同场还有Baby的朋友 所以两夫妇都甚少互动交流 旅存分辨之后 晓明和Baby最终决定 结束六年多的夫妻关系 不少人都会为这对 金童玉女的爱情 走到终点而感到可惜 不过相信他们都是经过 深思熟虑才会有这个决定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